你进入了一款修仙游戏 系统却让你扮演一名NPC 帮助仙子成就女帝 于是在游戏中 你和少女情投一合 斩仙魔救众生 终于无敌于世间 可能你下天后 家门却被敲响了 小白你给我出来 正是你游戏中的老婆 未来的妖族女帝公孙雅柔 不光是她 还有一个个游戏中的女帝们 陆续找来 喂小白 你要对我们负责 而这一切的起因 是你穿越到了修仙世界 成为了一个毫无天赋的普通人 好在觉醒了系统浩天静 仙子养成计划正在启动 宿主将在游戏内扮演NPC 只要选择角色培养出绝世仙子 就可以获得修仙天赋 你傻眼了 说好的修仙呢 怎么玩起游戏了 但为了外挂 人 在系统开局给出的七个女组中 你很快注意到了一个 名叫公孙雅柔的女子 美模叫YYDS啊 很快出现她的介绍面板 天赋 道体先胎 出生时便有至尊骨 虽然因为某种原因 至尊骨不会挖去 但修为实力依旧远超同阶 你注意到这个天赋词条是紫色的 游戏类品级 从低到高分为白蓝绿紫金 这一支是最经典顶级的史诗级天赋 脱脱的主角模板啊 好好攻略一下 直接拿下当老婆 与此同时另一头 在公孙雅的大院中 一名女子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也愣住了 仙子养成系统 什么东西啊 她下一次点开游戏 幽名宗类 逐落天才 正积而连山失踪 但讲师和院长似乎不为所动 因深感慰威胁 你决定闭门不出 而且在此时 一个陌生凡人书生 却突然登门拜访 请问是否要将其收为门客 大着胆子 点开这个书生的面板 却发现 他其中第三个天赋 格外瞩目 未知的气韵 让其拥有吸引灵气的能力 修陷在其身侧修炼 速度加倍 他愣住了 这个叫消凡的书生 天赋也太逆天了吧 可惜是个反骨 不过 另一头 你也收到了系统提示 解开新身份 仙人门客 没想到这么顺利 攻略老婆的第一步 这就成功了呀 接下来的日子 就是极其清闲 公孙雅柔在修炼的时候 你在一方看着 要么就是睡觉 人家还对你很宽容 啥都不让你干 还每个月固定发工资 这是被包养了 好歹让我做点什么赔税都行啊 不然拿这个钱 心不安 但你也明白过来 这种游戏 硬来肯定不行 攻略仙子 那得送礼物 很快游戏时间 过去三年 公孙雅柔实力突飞猛进 虽然进入了金丹期 他进了 照原本估计 至少六年才行 而这个游戏内 只用三年就入了金丹嘛 这个叫消防的书生 还真有用啊 而且最关键的是 在游戏内突破的感悟 居然反馈他的现实 很多一直困扰他的修炼问题 都迎人而截 有点意思去修炼 而期间那个书生 提出了想一起出去逛逛 一起贴贴的请求 匆匆拒绝 修炼才是正事 换到你那儿 你就懵逼了 这老婆挺宅啊 每天都在家里 发出去的邀请都拒绝 就这样 游戏中又过去五年 孤男寡女的 还经常献殷勤送礼物 可这公孙雅柔就像个木头 除了修炼还是修炼 你傻眼了 这雅柔老婆修炼的 该不会是太上忘情吧 期间雅柔修为突飞猛进 在优民族宗门大比上 取得前三名的好成绩 而你提出特殊的事情 也被小师妹龙笑笑发现 特地登门而来 开出三百零十高价 要买你 小师妹身材傲人 性格古灵金怪活泼 也真喜欢的类型 这身材 这游戏正经吗 公孙雅的大方表示 她尊重你的意愿 如果你积运跟小师妹走 她绝不阻拦 但其实是小师妹 以前对她有恩 实在不好意思拒绝 装出一副大肚 实在把皮球踢给你 一边还眼神紧张兴兴盯着你 你要真答应了 估计晚上她会抱着被子 后悔的睡不着呢 哎 龙小姐说笑了 公孙小姐带我不错 我不会无缘无故 弃她而去 散播大爱成功 你和公孙雅柔的亲密度提高了 你笑了 游戏玩得多 果然没选错 另一边 公孙雅柔看到游戏内 小凡的选择颇感欣慰 这一小子对我还挺忠心的嘛 等会儿讲了一下她 于是给了你一本 反骨也能修炼的功法 而随着你修为的提高 她也发现 你的天赋气韵加深 变成了加一 吸收灵气的速度变快了 眼前一亮 岂不是说 消防的修为越高 自己的修裂速度越快吗 若有所思 这游戏如此真实 不知岩浆境内 有没有这个叫 消防的树生存在呢 很快 决定进入游戏后 时间已经过去16年了 公孙雅柔的境界 也突破到了原因期 可接下来的剧情 出乎你们的意料 第17年 岩浆巨大危机爆发 埋在地下的特殊种子 被人用天赐的鲜血 浇灌数十年 成长为一棵上古神树 将全城大半人 惊喜吸收殆尽 雅柔心头一跳 现实中 幽冥聪 也不断有天才失踪 难道 这游戏中发生的一切 都是真的吗 吸收了 种的修士削弱后 巨树已经变得比城池都大 赫然是达到化神修为 最后 公孙雅柔不忍看到 山河破碎 生灵涂炭 以卑微之身 杀相妖术 身负神女法相 一双银白巨手派去 他的大盗都磨灭了 最后 金色岁月 撒遍人间 雅柔不敌 被树枝灌上身躯 养了十几年的老婆死了 你也不想活了 追随他的意志 与妖术厮杀 站着最后一个死亡 你选择的蔚蓝女帝 战死沙场 请宿主下次游戏 好好努力 你人都麻了 什么情况 死就死 大不了什么开一把 此时游戏也开始结算 你的第一式已结束 此生评价 白色 整体形象 先见蝼蚁 结算奖励 好天静 你懵了 这什么东西啊 打开信用介绍 却发现只是一把精致的镜子 传说中能够照见你的某一事 但此时缺少某种条件 无法使用 得 废评一把 重开重开 另一头 公孙雅如看到结算画面 我死后 肖范也伤心意就随我去了嘛 他心中感慨万千 一直以为 这肖范是个贪生怕死 整天嘻嘻哈哈的笨蛋 没想到 还挺有骨气和忠心的嘛 而公孙雅如获得的通关评价 是蓝色 整体形象 先给新人 不过不服气啊 修炼几十年 被一头竖腰干掉了 老娘今天不睡了 再开一把 依旧是书系的凡事书生登门 这一次 他直接给书生 塞了修炼功法 可以节省时间 另一头你懵逼了 啥情况 同样的开局 怎么提前给我功法了 上个辈子是第八年拿到 现在提前那么多 肯定能修到更高境界 想起那妖术的事 你提醒雅如 自己也想加入幽民宗 幽民宗内不到 有天才失踪的事 定有猫腻 先要调查一番 公孙雅如看到这个提示懵了 什么情况 这小子不是一个凡人书生吗 怎么知道宗门的事情 而你加入幽民宗后 由于修炼速度比较快 小师妹龙小小注意到了你 并发出邀请 希望你转到他门下 你依然拒绝 别着急 下个存档 攻略的才是你 虽然调查现实困局 但转机很快到来 你清楚记得 学院内有个赫赫有名的 炼体天才 名为蛮骨 好像在明天就失踪了 于是乎 悄悄跟在他背后 发现荒郊野外 一个面部被雾气笼着的黑人出现 和蛮骨交谈一会儿 就将其杀死 并将精血收出 变成干尸 等黑人走后 你上前 蛮骨还有一口气 他稀有不甘 取出一个果子交给你 并告诉你 是杀了他之人 名为秦元浩 希望你替他报仇 你心中一阵 这名字并不陌生 因为这炎将军 那是藩王属地 王爷的名字 就叫秦元浩 原来妖术 是他搞帅的 难怪幽民宗 对诸多弟子失踪 不问不问 而此时 系统也发了提示 恭喜你获得金色物品 物道果 三万年一开花 三万年一结果 服用有神奇功效 二话不说直接吃了 打开人物面板 发现一个全新天赋 菩提之体 当你心情宁静时 会下发物的光环 在光环下 人物性增加 联物紫色 金色道法概率 提高五倍 另一头 公孙眼看到你 多的心情都轻了 这个肖凡的NPC 怎么这么强 两个金色天赋 但实际操作起来的时候 他就感觉尴尬 因为这物道光环 实在有点小 小到你脚边 只有三寸位置 雅容脸的发烫 岂不是说 先问这个光环 就必须得抱着他 这推演 能不能正经点 再过时间 妖术脚出来 我的修炼 拼了 恭喜你获得新皮肤 秦瑟和鸣 公孙雅容脸红了 这系统什么鬼啊 只是修炼而已 怎么还送专属CG的 嘴里嘟囔了心里去 恋恋不舍 看了好几遍的议会 另一遍 你联邦把晋王秦源浩 在收集天台金水的事 告诉了雅容 他惊讶了 另外想到 这个游戏里 所有他认识的人都在 那这个书生消烦 没理由不在啊 更加下定决心 要在现实中找到你 接下来的日子 你和公孙雅容 一直在贴贴修炼 雅容脸色有点红 怎么总感觉 这个修炼方式不太对劲呢 忽然收到了一条系统提示 书生消烦买了两张戏票 邀请你去看新戏 他皱眉 哼不正夜 数邀都要来了 修炼要紧 接下来 你还是经常一有好玩的 就像在他一起 什么中秋赏月 元宵灯会 焦油踏青等等 但雅容对此 全部都是一律拒绝 哼 男人 这会影响我修炼的速度 但很快发现不对劲 警告 应多次拒绝对方邀约 亲密度大幅下降 修炼效果和光环效果 缩减50% 雅容郁闷了 怎么还能这样 但自己想想 好歹大家都是亲密无间的道友 总扫别人兴致 也的确有点不失风趣 于是发了个邀请过去 第一头你都打算放弃了 这个女人 纯纯的修炼狂魔啊 每天抱在一起 居然还满脑子修炼 忽然收到系统提示 公孙雅容邀请你 一起去参观零售员 是否答应 呵呵答 点击拒绝 谁还没个脾气了 公孙雅容愣了 居然拒绝我 居然敢拒绝我 赶紧又试了几次 把邀请签按得是啪啪作响 你看消息也有点懵 这NPC出bug了 拒磨了吧 哎 罢了罢了 跟女生是什么气 免为其能接受 可就在系统的车速 让你们吃惊了 游戏内 你们俩一起在零售员逛到深夜 然后互相贴贴 亲密度大幅增加 八年过去 亲密度是越高 修炼越快 现实中 雅容一直激动 好耶 本姑娘就知道 亲密度越高 光魂加成越好 这次一定要修炼的化身 宰人的束腰 很快 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系统播报 这是一个花好月圆的日子 九过三巡后 肖凡拉着你的手 对你倾诉忠诚 雅容愣了 啥情况 忽然脸刷的就红了 不是 我玩这个游戏 不是来修炼的吧 怎么玩着玩着 还叹起恋爱了 面对她的倾诉 你抱以热烈回应 同样诉说爱意 她傻眼了 什么 我对她诉说爱意 本姑娘一心向道 怎么可能和男人 谈恋爱啊 而且更让她羞涩难堪的是 回忆起这些年的种种 好像基本都是她 在主动要约对方 二人情依才会 如此费色增加 我在追消烦 我白给了 拍打着滚烫的脸 下巴一定注意 不能让她占过便宜 可接下来的巨型车速 让她直接修多了耳后跟 这是一个美好 而狂乱的夜晚 你们之间再无彼此 公孙雅柔又惊又羞 这 这 这什么情况 怎么说 她也是个天才少女 哪怕没了至尊骨 只有天才少女的矜持 偏偏还是她推的人家 这算什么啊 太羞耻了 不过也没有羞了多少时间 因为游戏内的她 赫然心无坚定 不禁贴 这 这难道就是双羞的好处 于是 你和公孙雅柔潜入金王府 并在一出密室中 找到了妖术种子 你们俩耗时两月半 将那种子炼制成了一柄木剑 幽名魔剑 紫色品级 而且还附带一个金色磁条 无声剑气 使用者 法术威力提高100% 消耗较近30% 你感觉有点奇怪 怎么磁条是金色 装备是紫色呢 后来才反应过来 这剑 还有一个诅咒磁条 苍蓝杀手 被苍蓝树金毒标记 到了这时 金王找到了你们 雅柔实力高强 杀了金王 你赞叹声 好 真不愧说我老婆 就是厉害 可这时 老夫可没那么容易死 原来金王早就死了 控制他身体的 一直是一道 古族魂魄 然而现在这道魂魄 堵失了你 因为无法做事 道理被杀 你怒法冲冠 选择和古族长老 玉石俱焚 游戏结束 你游戏唏嘘 这就没了 而这次通关名价 提升了一点 是蓝色 整体形象 虽然弱小 但不是为英雄 完成副本 妖术之乱 奖励结算中 宿主人品大爆发 获得了金色修仙天赋 虫童 你傻眼了 这是 虫童已是无敌路的虫童 也太爽了吧 当机上街 准备吃顿好的 刚说下门 没走两步 就浑身一震 看那个熟悉面孔 一个娇俏可爱的 清秀女孩 同上两个龙脚 东张西望 似乎不是在找人 这不是 小师妹龙笑笑吗 游戏里的人 怎么出现在现实 你还在梦逼 龙笑笑却发现了你 快步走来 一把抓住你的手 姑娘 你是何人 为何找我 为何 当然是因为你 天赋出众呀 跟我走吧 我爹爹肯定会很欣赏你的 二话不说 把你拉走 周围路人们都傻眼了 那个不能修炼的废物 小凡 怎么被龙家的大小姐 给看上了 而你不知道的是 在你被龙笑笑 罩得没多久 另一道倩盈 也出现在你家附近 当得知你被小师妹 带到的事后 他急了 小师妹 怎么会来抢人呢 刚刚那把游戏 小凡不但和他结为道理 双速双漆 后面 可是为他而死 为了给肖凡复仇 他疯狂修炼 四处斩杀苍蓝古族 疯狂修炼的目标 也变成了 只为在红尘中 等你归来 只可惜 由于缺少了志敦谷 在修行录中 他未能成就女帝 最终陨落 肖凡的身影 却在他心底 早就深深扎根 无法忘却 所以游戏一结束 马上来找人 结果得知 对方被小师妹带走了 这能人